我今日想跟你們分享,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都應該要抬起頭去做人, 以及去關注一些應該關注的事, 我自己決定了再接受訪問時, 我不會再講政治,因為沒有意思講政治, 你看它的選舉,我們叫閹閣, 它叫做二元善制度之後, 基本上我們有這種信念的人, 即是香港的七成, 根本就不會有機會再參與到香港的政治, 所以簡單來說,我們是中數, 而竟然我們不能夠參與到香港的政治, 你是不是多荒謬? 所以評論來做甚麼?講來做甚麼?有甚麼意思? 我們的評論真的會包括評論一些客觀的分析, 令到有甚麼演變, 或者令到這些叫民主派的人是甚麼時候可以回來議會裡面, 會有影響力,其實大家會覺得那天會來嗎? 它改了一個選舉之後, 其實根本,你說技術上這樣講,給它形容詞, 根本是所有有以前民主派信念的人, 無論你是比較上叫做溫和派還是激進派都好, 總之你是民主派的人, 不願意經過那五大界別去拿提名的人, 即是我們全部, 即是要跪下跟中央有物質關係的人拿提名的人, 根本就正正式式, 技術上就是被剝奪了這個政治權利, 所以其實講來做甚麼? 是沒有意思的, 你再去分析香港未來的政治, 除非你是那邊的人, 如果你是那邊的人, 你就可以分析一下在甚麼情況下, 民建聯是會在立法會拿多些位, 在政府裏面可能拿多些官位, 在甚麼情況下會輪到經民聯, 在甚麼情況下會輪到自由黨, 在甚麼情況下會輪到新民黨, 或者在甚麼情況下會輪到實政原卓, 它會發展到它的影響力, 那些是政治, 但我們想講那些事嗎? 剛剛講過那些政黨, 我們有興趣甚麼對他們? 所以其實講政治是沒有意思的, 不如講回真理、良知和做事的措手, 因為真真正正我們香港的七成人 所見到香港的轉變, 所跌渡的地方, 所令到某些人講留島不留人的地方, 就是這些價值觀跌, 這些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跌, 所以我覺得是香港人反而應該要關注的東西, 現在很多人都會形容為奸人當道, 打壓我們的人越來越低級, 不需要很高級, 賭垃圾的阿伯都可以拿個數碼拍我, 因為他知道我是以前民主派, 他覺得你民主派是落水狗, 所以你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奸人當道情況下, 我們講政治有甚麼意思? 我們現在講回做事的措手良知, 以及真理, 因為香港真的越來越這些決策, 見到失去了真理, 這樣到你去評論法庭的案件時, 你就不會再去分析, 誰是篤灰,誰是戴耀廷被形容為幕後黑手, 他認罪還是不認罪, 有沒有骨氣,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你拿回良知真理來說, 這些討論是官媒所製造出來的, 令我們47人好像一班人很不團結, 還有現在就有一些互相指責、篤灰, 好像很值得討論的東西, 如果你退出來看, 其實那些東西全部都不值得去討論, 因為它製造這些輿論, 就是將你香港人很羨望, 將你那個焦點移去那邊, 其實焦點我相信到現在都未動到, 這些官媒是未能夠動到我們的焦點, 焦點就是整件事都是荒謬, 47人案的區域, 這個初選以往是一向香港是有的, 民建聯都做過初選, 民主派當然也不止一次做過初選, 以前沒有事, 現在是因為這個初選, 有些人說簽了物流無悔, 我未見過, 然後籌備出來攬炒政府, 我亦同意很多人的分析, 就是攬炒不了政府, 你選了它之後是立法會議員賦予的權力, 根本立法會議員是可以否決裁正預算案的, 何況整件事都未發生, 有些人說未發生你都不可以說他們無罪, 因為你的車裡面有些炸彈是未爆, 但你準備衝進去警署, 炸警署都會拘捕你了, 各位,選舉不是放炸彈, 不要混淆, 選舉是一個說是需要投票的, 放炸彈不用, 一個人就做得了, 到你去到一些民生的問題, 關鍵性的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民主派投票裡面, 會取消一間在某一個區很需要的診所或醫院呢, 是不是真的覺得那班年輕人進去這班民主派, 包括我們三五成,包括我的話, 包括林瑞華,包括關兆倫, 包括黃偉信,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我們會, 它櫈一個方案告訴我們, 有些民生的東西, 我們都會為了爭取這個商普選, 和五大訴求的時候, 我會否決了這些民生的意外呢, 我就可以告訴你, 要代表自己, 我一定是不會的, 我也相信其他人不會的, 但是當它來勢洶洶的時候, 要得到市民支持的時候, 在選舉的時候, 這些變成口號是不出奇的, 其實你也要明白, 戴耀廷是一個憲法的教授, 他怎會不小心看過這些口號是否合法呢, 這些口號完全是基本法賦予給立法會議員的口號, 但是進去真的做的時候還未發生, 你真的覺得這班人那麼辛苦選進去的時候會破壞民生, 建制派我不敢說, 民主派我就覺得一定不會, 所以如果你再給這些輿論再去分化, 你那個焦點就去了這件事, 現在趙家賢出來督灰, 歐六圈出來督灰, 戴耀廷可能認罪, 全部這些根本都是不值得討論的, 有一分鐘來討論都不值得,都是浪費的, 因為焦點其實應該就是為何這47個人會被人逮捕, 初選是合法的, 究竟律政司是用甚麼理由去檢控他, 大家不要忘記, 由2021年2月到現在, 我們都未知他檢控這些人的控罪是甚麼, 這才是重點,所以你講政治有甚麼意思呢, 這做一個例子,其實根本失去了常理, 失去了真理,失去了勞智。